大家好,我是宇哥,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套餐料理,除前菜的山羊奶buffalo 和蛋白霜冰淇淋流入固定菜单外 其他全部要改 伟花突然说到,既然是用日本食材做料理 葡萄酒也应该用日本的菜对 他使用激将法,将挑选葡萄酒的重任 交给了持有高级市角资格的小奈 小蒙提议,不如下个休息日 举行葡萄酒试引会 就当给小奈进行了 大家一致赞同 琳达得知伟花包庇详评 切得咬牙切齿 琳达生气,是因为当年 他为了伟花将ES餐厅推荐给法国政府 结果过敏事件令他颜面扫地 而且伟花在知道凶手的情况下 不仅没告诉他真凶 还选择了凭空消失 小奈问琳达要如何打垮GM东京 琳达意味深长的说 只要你在里边肯定有办法 法国大使馆的人很快找到了祥平 准备将其带走调查 单后上前阻拦 察觉对方其实并无可靠证据 硬是将他们打发走了 而欧对祥平说 如果想留在这个行业就绝对不能承认 我不允许你中途放弃 为配合葡萄酒试饮会 小蒙等年轻人忙了一个通宵准备了很多可口小菜 小奈推荐了一款左藤九层的微风葡萄酒 清爽的酸味加上一丝丝甘甜的余香 使人心情舒畅又惬意 而且价格在2000日元左右 性价比非常高 伦姐当即决定选用这款葡萄酒 伟花据说应该换一种思路 设计以葡萄酒为主流的料理 然后搭配葡萄酒原厂地的食材 这时小蒙突然体力不支 昏厥在地 还被玻璃划上了手 小田急忙去取其肉香 碰到小奶的书包 一个药瓶划了出来 这一幕恰巧被细心的向左看到了 送医后 小蒙被诊断染上了诺乳病毒 对于餐厅 员工感染诺乳会非常挤手 还好主治医生说 只要感染没有扩大 便不会汇报给卫生站 向则听到小奶的电话里 正向什么人汇报 小蒙感染诺乳的事 不禁对小奶起了疑心 伟花戴上口罩 手套 经餐厅中买养食材 各拿出一部分贴上送紧标签 送入保温箱 然后远鸾姐一行人 商量且应对措施 诺乳病毒的潜伏期 是24到48小时 老经担心 吃过小蒙料理的客人会感染 这客人竟有134人之多 如果查到是GM东京导致的 餐厅将会被触犯甚至停业 难重获客人信任 向则说 也有可能是食材本身有问题 小婷说 生蚝是小奶带了的 昨晚小蒙尝过生蚝 这三件巧合 让向则不得不再次怀起小奶来 对大家说出了猜错 有可能是小奶故意让生蚝变质 刻意引发食物中毒 就在大家胡论猜错时 伟花说道 我们还有别的事要做 次日 GM东京决定暂停停业 并请来卫生站工作员 进行病毒彻查 老经则亲自登门拜访 134位吃过小蒙料理的客人 对其进行申铁情况调查 主动确认病毒传染是否扩大 小奶不解 一般人都会选择隐瞒 为何你们要亲自声张出去呢 那是伟花的意思 他在三年前 曾出过一次食物过敏意外 所以他想尽自己最大努力 保障顾客的安全 向则说完 还不问暗示 这次的懦弱病毒是有人故意而为 停业期间 伟花请求小奶 带她与伦姐到左藤酒厂参观 小奶先带他们来到葡萄种植基地 没想到小奶对于葡萄种植 饮料酒工业相当代行 讲起这些显得特别开心 参观后 他们还顺路从当地菜市场 带回了很多食材 老经随后回到餐厅 说所有客人都很健康 而且客人们对餐厅周期的处理感到很安心 得知客人中没有出现感染者后 林达要求小奶继续采取行动 自己则把祥萍约了出来 说有人听到那天 他与老经在GM东京的谈话 威胁祥萍 这样下去既会给嘎库找麻烦 也会给包别的尾花 及GM东京惹上麻烦 祥萍提后 向他坦白了三年前的事 午餐会上 我用海胆做前菜时不小心误放了花生油 因为我的错误让一孩子从业界休失了 我不希望大家的梦想 再次因为我的错误而被破坏 求您不要针对GM东京 林达偷偷将他的话录了下来 交给了法国大使馆的人 祥萍告诉老经 自己也向林达坦白 并说GM东京里有间谍 就是此人将那天他俩的谈话透露给了林达 让他们独家小心 挂钻地话 老经再次查看了小奶的简历 看到壮此郎的名字 顿时恍然大悟 飞奔回餐厅 他叫住小奈 你的父亲是外务省的秘书官 三年前 日法首脑会谈午餐会的地点 是由你父亲决定的 发生了那样的事 你父亲遭到责令 他因为过度操劳病倒住院 之后被调往了偏远地区任职 由于我们的失误 给你们一家带来了麻烦 真的万分抱歉 伦姐问小奈 为何要隐瞒此事 向德小婷更是直白地问小奈 这么做是否出于报复 是否是他让小萌吃下了怒入病毒 说我早就想搞垮这家 有ES员工的餐厅了 和我父母一直都活在那件事的阴影下 伟花却叫住他 请他品尝 自己配合地挑选的葡萄酒所做出的前菜 小奈尝过后说道 鱼白的味道过于强烈 无法体现葡萄酒的美妙风味 天后伟花让他提出改建建议 提高前菜的温度 冰凉的葡萄酒的冲击力就会加强 加入香气浓郁的食材 加强苦味才更能引出葡萄酒的甘甜 几乎所有厨师都认为料理是主角 葡萄酒只是配角 但是人们应该对美味的葡萄酒 抱以更高的敬意 葡萄酒同样也是料理 向德说 伟花从以前就尝多 以葡萄酒玩主角的料理了 我知道 当我尝过那道海鲜拿到咸味泡芙蛋糕时 被深深打动了 所以日法首脑会谈前 我告诉父亲 ES是一家狠帮的餐厅 这事老亲告诉大家 无论是小奈准备的生后 还是店里的食材 都没有检测出弩萄病毒 小萌是在日常生活中感染了弩萄 明天便可正常营业 大家如舍重负 向左赶紧拉上小条 向小奈道歉 但两人还是不明白 小奈为啥要撒谎说是自己做的 小奈拿出了药瓶 我没说谎 我打算把这个放进自己吃的料理中整垮这家餐厅 但你没做 因为你不想在珍贵的料理中放入这种脏东西 你对料理也是爱得死心塌地 老经公主的说 为了扣人 你尽了自己最专的努力 这些我们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伦姐趁势邀请小奈担任餐厅的嗜酒师 找到适合买道菜的葡萄酒 大家纷纷表示赞同 小奈就说 自己曾对伟花和ES的员工怀有恨意 伟花傲气地说 想复仇尽管来 不过既然要摘得三刑 你这样优秀的嗜酒师 是我们天不可获取的人才 就这样 小奈正是成为了GM东京的嗜酒师 老经说 伟花早就知道 小奈对他们怀有恨意了 伦姐更困惑了 那为什么在小奈提出辞职时 你还要让他去找国产葡萄酒 老经道 那是伟花的试探 小奈会不会真的带来优质的葡萄酒 他就是完完全全料理吃 趁向德与伦姐离开 老经小师告诉伟花 祥平已经把真相告诉琳达了 第二天 伟花与琳达在东京塔见面 琳达说 他要在杂志上刊登特辑 公布十台污染时间的真相 让全球的同业者知道 祥平是犯人 让他再也不能回到第一线 伟花问 如果我们收留他呢 那我会让GM东京永远拿不到星 与此同时 法国大使馆的人 拿着琳达交给他的录音 再次去嘎库找祥平 丹后吃着祥平的料理 不禁红了眼圈 他追出这些祥平说 你的料理是最棒的 祥平感激的向他深深鞠躬 随后伟花找到祥平 邀请他来GM东京 祥平会同意加入吗 琳达会放过祥平与GM东京吗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这部就算 别忘了点击订阅钮 等待宇哥更新 并在微信里搜索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公众号里 有更多精彩的拥有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